《流氏》 以前我配過腰架 但我一直不捨得看 因為它是值得紀念的一件物品 以前我曾試過戴腰架上學 然後被人笑 我上學只戴了一天 平時我就是在家戴的 以前我會穿鬆身的衣服 這件對比我的身形很鬆身 以前只是這樣穿這些衣服 但現在選裙可能會大膽很多 你看這件很貼身 這件很貼身 後面甚至可以露背 我也沒所謂 22歲的Ruby現在是一個兼職模特兒 但其實她中學的時候 曾經幻想一隻柱側彎 最嚴重的時候傾斜80度 令她非常自卑 有些人會說我的腰很恐怖 說我是怪物之類的 另外就是自己會很介意別人怎樣去看我 我會穿一些很鬆身的衣服 去遮蓋自己的身體 我喜歡去雲安雲寒坦 但是因為我怕人會歧視我 或者他們用不好的眼光去看我 譬如有些朋友想跟我去沙灘玩 或者去游泳池玩 我就寧願不去 甚至有時候對著鏡頭 看到鏡頭的自己 覺得很自卑很不開心 甚至偷偷地哭也試過 香港很多坊間的中心 聲稱自己對脊柱周恩的醫療有幫助 但是我去做其實最後都沒有好轉 甚至是惡化都有 有些針灸、推拿之類的療程 其實全部都是無用的 對我來說 最後Ruby找了骨科醫生 熬過了八小時的手術 將脊柱矯正 自卵心提升了 也有朋友問我 其實你可以試試去做模特兒 你這麼高 我都去了做模特兒 做模特兒的感覺就是 整件事很不可思議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很喜歡看 可能是時尚媒體 很喜歡看那些 Catwalk show 我沒想過 原來我有一天都可以 好像一些模特兒這樣 拍照片 自己走Catwalk 整件事是好想都沒想過 因為以前的腰 完全不會有這樣的自信 去做這些事情 他去年近同幾位 和患者柱州灣的女生 組織病友社 追夢社 希望扶持其他病友 最近他們和復康會 和設計師合作 設計出一款卓相遊戲 希望令大眾更加認識這個病 這個blog game 就叫做追夢的孩子 其實裡面的整個建構 都是由Ruby 和另一個委員 就是Sita的真實經歷 去做出來的 設計上 就像一個叫做 穿衣公仔的遊戲 但玩法上 其實是想 透過他們的選擇 接job 看醫生 還是休息 一個選項 令到他們 會不會最後成功追夢 我們很想很想 藉著這個遊戲 可以把藉著側彎 的病患者 去面對的困難 以及他的照顧者 即他們所面對的艱難 可以在這個遊戲 一個這麼互動的環境下 就會經歷得到